嗨大家好,我是肥波 今天又給各位帶來的是 2022台中必比登48小時爽吃特輯 分別是小粗墊、曙光居、好菜Cruising 以及星月巫童 最後是精華雲煙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好,各位觀眾朋友 首先第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位在監獄水安宮站附近 以各種高顏值家常麵飯類為名的小粗墊 雖然說是今年首次入榜 但聽說早在之前 那這人就已經是排到歪頭 那我點的就是一份限量款的厚厚厚 極品牛肉麵 搭配上一碗招牌滷肉飯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 當然要從它的厚切牛肉起手 這個厚度那真的是沒有跟你開玩笑 而且整體滷都是非常的深邃啊 這麼厚切的牛腱我是吃過 但是兼具厚與嫩的呢 絕對是相對少見 而且它是屬於這種肉筋 我們相對比較粗 相對比較豐富的牛腱 所以說你咬下去 在它瘦的嫩之外 還可以再補上點那種類似 膠質感的化口味Q哦 我們配上它的湯底來試一下 湯頭基底呢 可以感受到非常顯著的這種番茄酸香 喝起來呢算是比較順口的那種紅燒湯底 再來呢就來試一下它的麵體 看起來就是這種家常的寬扁拉麵體啦 口感部分真的就是我們熟悉的這種微Q質地 重點還是感受它那種湯頭 帶有適當番茄酸香的那種紅燒乾淳感 我覺得真的就是一碗香腸好心順脆 然後肉塊它是蒸滴厚的牛肉麵 好的,那我們再來就排一下它的招牌滷肉飯 看起來是這種滷到比較不規則的肥肉丁的感覺哦 雖然說它的外型上看似這種純粹的肥肉汁 其實呢裡面還是掺杂了那些這種脆肉的微微紮實口感 不過它滷汁給人家是真地實在 完全是領好領滿 你稍微攪拌一下 甚至變得有點像這種油飯的感覺 同時透過它裡面的小紅瓜 平衡一下以甜味為主的醬乳風味哦 最後呢就以它的碗粿收尾 你只要點牛肉麵都會再附上的小碟啊 講錯的是個昏粿 手工昏粿戳起來就是不太一樣 整體吃起來就是一個很自然的Q度 同時呢補上了點黑糖水的微甜哦 好的各位,總結也呢小初戀 我覺得就是一個兼具高顏值 還有食用性以及美味度的選擇啦 不過生意真的是非常好 想吃要趁早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站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 接著下一站 我們就來試一下台中在地的高顏值素食餐廳代表 它就是會在監獄市府站附近的曙光居 通常米其林推進的素食餐廳都是相當有料 那我點的呢就是他們家的招牌脆皮煎餃 底部的這種網狀格比我自己煎得漂亮多了 不過呢聽說它付的這個胡麻沾醬才是重點 好的各位,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 那我們首先呢就來一顆原味的起手 底部脆皮戳起來手感那是真滴脆哦 感受一下 一口下去雖然說沒有什麼肉香風味 畢竟是素食 但是你感覺出來香料之下 湯汁感是更多的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裡面包了滿滿的這種高麗菜還有芹菜 所以說吃起來會比我們以往那種豬肉餡的餃子來的更加多汁哦 而且呢它底部是屬於這種帶有一定厚度的酥脆感 跟它上層的軟Q外皮形成對比 我第一次吃到我咬下去還會噴汁的過節 而且你純吃真的就是很清爽 高麗菜的微甜還有那種芹菜多有的風味 再來呢就變成沾醬試一下 看起來還帶有一點那種沙沙的顆粒感哦 聞起來那還真的是蠻香的 吃起來有一種類似特調胡麻醬的感覺 在麻的香氣之外又補上了點鹹香微甜的感覺 不過是很推薦各位先吃個原味再沾醬 其實你單純感受它高麗菜還有芹菜的香氣也是蠻爽的啦 好的各位總結而言呢 屬王居 在它相當精美的外型之外 裡面湯汁的含量確實有給它小驚豔到 有機會呢可以來嘗試一下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午餐時間我們要試一下會在炒烏到這邊 以各種高顏值下算神情無名的好菜Cuisine 那我底的呢就是他們家招牌中的招牌 牛菲利月見香檳奶油燒 用的可是澳洲菲利牛去油去精 然後呢再搭配上溫泉蛋 聞起來又帶上股非常突出的奶油蒜香風味哦 啊不過老闆呢是推薦你先吃原味 然後呢再配上蒜片 最後呢可以搭配上它的溫泉蛋 本來想說剛上桌就要把它戳破的 沒有想到竟然有三種吃法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來單吃一塊原味了 感受一下 一口下去我的感覺 那真的不愧是菲利牛 我用特別突出的油香 真的就是靠到菲利的那種部位 優秀的軟嫩感來征服你 同時你感受出來它的醬皮 感覺又多了一點那種類似 伍斯德醬的酸香風味 可以很有效的助攻一下它肥利牛 那種突出的肉香哦 我們再來一塊 而且我發現原來它叫香檳 是真的有加蘋果粒的 然後米飯的口感好有味 那覺得是相當的顆粒Q彈哦 配上它裡面的蘋果粒呢 就可以再補上非常顯著的那種果香甜味 還沒有搗碎它的溫泉蛋 就可以感受到那麼豐富的口感 難怪呢會是叫做招牌菜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把它的溫泉蛋 給它充分攪拌攪拌 好像在吃豆花的感覺 蛋白融入它的醬底之後呢 就可以讓整理的風味吃起來 酸香呢會稍微適中一點 同時呢在肥利的軟嫩度之外 補上這種溫泉蛋的滑順感哦 這個符合呢絕對也是極度的下分 推薦你各位如果是第一次來吃的話 點這一道紙沒有錯 好的各位 總結也呢好菜Gracine 今天就拷鹽子還有下分力的 絕對是相對少見啊 有機會呢會想來這邊二刷一下多吃其道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前往下一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晚餐一號 我們就來試一下位在美術園道附近 台中在地開了有20年的上海菜專賣店 它就是星月巫桐 那我呢就是索印他們家的招牌 厚切東坡肉而來 這個厚度搭配上這種紅燒的醬燒感 特地來這邊單吃一塊那是相當合理 然後呢為了平衡一下我們這個肉菜的比例 我還要再點了一份清爽路線的上海菜飯 來給它搭配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始吃 它上菜的時候還有附一個小竹台 給你持續加熱哦 非常經營T特的一塊東坡肉飯 感受一下 嗯 雖然說每次來自己單吃這種合餐 裡的餐廳真的是有點小詭異 但是毫無疑問的真正的功夫仔 還真的是只能在這邊找到 即使它上面的手肉是非常的厚切一塊 但是你咬下去真的是沒有任何的肉絲感 重點是它表成的肥肉 雖然說看似小恐怖對於不敢吃肥肉的人來講 但我覺得它是屬於在你察覺到它很油之前 就會突然化掉 所以這來呢就是那種濃郁的紅燒醬香 跟五花肉非常土著的油脂香氣哦 我們幫它再淋上一點醬汁 來個東坡配菜飯 我要solo到兩塊那是非常的輕而易舉 尤其是它上層的肥肉包裹菜飯 咀嚼起來真的就是一股非常滋潤的油脂感 包覆這種顆粒微Q的米飯 同時建議各位它鍋底的這些醬汁可以給它多零點 真的就是一個很療癒的乾醬醬香風味啊 上層油脂的部分真的化得非常快 我們來確認一下下面這塊是不是也很軟嫩 我只能說老店做出來的專業東坡肉 口感上就是可以征服膩 好的各位總結而言呢 心悅無同在這邊聽著上海小區 非常的悠閒的享用我的東坡肉 那真的是蠻有feel的 有機會呢可以來嘗試一下 好的那我們現在就先往下站 好的各位觀眾朋友 最後一站我們就來試一下 位在美術園到這邊 以各種經典北方才聞名的精華雲煙 那我呢就是Solo一份他們家的香酥蘑桃鴨腿 以往蠻常看到這種鴨皮甲餅 包入鴨腿的還真的是相對比較少見 然後呢我還要再點了一份爐打滾 好像就是用糯米包裹綠豆沙 然後再淋上桂花蜜跟花生粉的特色點心喔 聽說是在以前宮廷才吃的到 非常的期待 好的各位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開吃 那我們首先呢就來單吃個鴨腿 先給它這樣子淋好淋滿之後呢 再給它充分的沾上一點這樣子感受一下 招牌鴨腿那我覺得是相當有料 主要還是口感的部分 你可以在它整體這種軟嫩度之外 感受到外層一點薄脆層次 而且呢強烈建議各位 甜麵醬就是給它沾好沾滿 可以輔助一下鴨肉這種比較客氣的油脂香氣 好的那我們現在呢就來煮鴨腿夾餅試一下 相由於往我們吃那種包鴨皮的夾餅 感受薄脆感還有豐富的油脂香氣 夾鴨腿呢本來是感受這種帶有厚度的軟嫩腳感 最後呢就來試一下它的爐打滾 老實講我個人是更期待這道菜 因為他們家實在是太多選擇 看不太出來哪一個到底是招牌 但是這個呢絕對是非常多人點的 除了中心滿滿的這種桂花蜜之外 還有再撒上滿滿的花生粉 看起來確實有這種復古風點心的感覺啊 一口下去第一個感覺 還真的是不怎麼甜 主要還是感受到綠肉餡這種淡淡的香甜味 然後表層的桂花蜜雖然說看起來很多 但其實甜度也不是說到太強啦 吃起來呢真的就還是一個小清修路線的甜點喔 不過口感的部分真的蠻有趣的 有它外層糯米的那種軟Q 跟它裡面豆沙線的綿密 最後呢再包裹上它桂花蜜的滋潤感 好的各位那以上呢就是我們這一次 惡品額台中BB燈48小時爽吃特級 Day1 也有Day1呢那當然一樣就是有Day2 各位可以敬請期待 今天這五家吃起來確實都是豪富滿滿啦 但是如果只能選一道讓家母突然會做的話 可能還是投那個東坡肉吧 綿密感像是SNI超越 有機會可以去嘗試一下 好的那樣就這樣啦 我會把所有的詳細資訊留在影片下方的說明欄 感謝各位的收看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